想在大灣區置業 又擔心又風險 森姐我只會相信有上市公司背景的橫雨筍盤 實力雄厚 專業團隊用心幫你找最合適的筍盤 知多些 試多些 找橫雨筍盤 Hello 大家好 又是橫雨筍盤的Lawson 現在來到這個珠海的斗門區 身後一個很出名的景點 這個就是金台寺 原名叫金台晶射 位於黃陽山的山腰 黃陽山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珠江門戶的山峰 總共有583米 而我們這個金台寺大家就看到了 位於黃陽山的山腰位置 是黃陽山的白景之一 是貝山麵湖 非常漂亮的風景區 大家跟著一個航拍鏡頭 一起上山看看吧 金台寺是廣東省的無飯宗教活動場所 在700多年前 宋代後人曾經在這裡寄居 當時就是一個金台晶射 去到1992年的時候 金台寺逆子重修 新子山清水秀 前跳是一個崖山的海口 後枕是黃陽柱峰 左青龍右白虎 左邊有青龍山綿綿於左 右邊有一個白虎山騎伏於右 面臨一潭的碧綠湖水 金台寺可以說是香火鼎盛 慈善活動督行 貧節這個秀味的風乾 每年都吸引了陸續不絕的遊人和鄉客 在哪裡 中文字幕志向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台紙又來到第二個景點 我身為宋城 大家知道中國第一宋城在浙江省的杭州市 而第二宋城在珠海這邊 大家知道珠海環有很多大型主題公園 但我們斗門這邊也有一個宋城 大家看看效果圖 非常誇張、氣勢磅薄 有一個大型的綜合旅遊度假村 後面還有一個以宋代為主題樂園 我相信它建好之後 就會成為珠海斗門一個非常熱門的旅遊景點 另外再看看 這個宋城是甚麼來的 有一次中國版的環球影城 都會有一些大型的實景演出 說到這個宋城演藝度假區究竟是甚麼來的 其實這裡有一個很詳細的介紹 它是唯一我們珠海的斗門區 是一個非常之世界級的演藝度假目的地 總投資金超過150億 總共有22個劇場 35台演出 以及超過3萬個座位的演藝集群 裡面還有四個主題的文化街區 還有一些親子的體驗區 還有很多不同主題的演藝酒店集群 我相信它在未來建好之後 會成為這個世界級一個最大的演藝集群 這個宋城就等於我們中國的環球影城 即是等於我們中國的Universal Studio 好了 現在來到這個珠海斗門的古代富人區 為甚麼是一個古代富人區 因為相傳古代宋代那邊的皇屬後人 就居住在這邊 這個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村落 大家跟著鏡頭一起去看看 摺霞莊本來是清代一個村落的位置 始建於清道江年間 在南宋皇族的後裔趙維茂 因為竟然中藥才法家自父之後所興建 因為這個村莊正面面對霞山和霞山祖廟 而得摺霞之名 是一個既有中國傳統特色 但又融入了西方風格的村落 現在上傳了青磚大屋十餘洞 和一個完整的石板街 近幾年趙霞莊重新收得到修善 環境優美設施完善 除了新農村的推進建設 斗門區政府對摺霞莊 進行提升提及 增設了污水柱里崩站 修建了旅遊廁所 令到整個嶺南風貌的村落 整體得到改造 換言一生的摺霞莊 每年吸引了很多很多遊客 來到路尋憂探故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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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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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